要忙三天,没空做家庭作业,柯慕宁你帮我做吧,还要做个手工地球 我知道想跑怎么做,这东西,怎么做啊,家庭做也,可以不做,你是我的教女,要有做华学生的用戏 柯慕宁你是无所不能的对吗,柯慕宁你会帮我的对吗,因为你是爸爸 我会做 小鸭给他分了一碗鸡汤,又问 柯慕宁,你华国化学的怎么样了 有点进步了 那好,手工作业的要求全部用华国化写在这里了 这番对话听在保镖耳朵里都觉得有点异谱 好像不太对吧,一般不是大人问小朋友的学习情况吗,小小姐怎么反过来问上柯慕宁呢 小鸭往他嘴里塞了的鸡腿,才说 不这样的话,怎么叫惊喜呢 嗯,因为你的嘴比我的大,不用鸡腿堵不住 柯慕宁冷哼一声,把他从座位上抓了下来 你可以跟他们炫耀我今年考试拿了很多的 喜欢要这个干什么 做爸爸的不是都喜欢这样炫耀吗 奥里夫,这是我的叫女 呃,奥,奥的 你的儿子成长什么样 我没有儿子 那你女儿 我也没有女儿 肯定喜欢当时更多了,不敢做后的人玩儿 走,换一个 有了小鸭,宴会也不那么难熬了 甚至好像只是一转眼,就结束了 记得帮我做作业 你不跟我回去 我还会再来的 柯慕宁,等我再来的时候 你一定就帮我做好手工地球了吧 啊 小鸭抱了下他,才转身上车 柯慕宁的手下小心地亏了亏老板的脸色 以为老板会非常生气 找个方意 手下张大嘴 快去,明天晚一点飞烟们 告诉他们等着 就说我们只做着听做耶 这边鬼家的保镖发现 他们小小姐指挥着司机 上了另一条路 没跟着柯慕宁走 也没住佩里酒店 但也没回庄园了 您这又是去哪里 去普林斯顿 您去那里干什么 去给人过生日啊 保镖愣了愣 小小姐在国外朋友还挺多 到了普林斯顿之后 已经很晚了 小鸭没有急着去见圣玉霄 等在酒店睡了一觉之后 她才去了许如荫告诉她的公寓楼地址 圣玉霄就住在这里 就在这里等吧 你们先躲起来 小鸭说完给自己带上了一个玩偶头套 保镖很听话 乖乖躲绿化丛里去了 滚出来 是圣玉霄 不过是不太一样的 小鸭没见过的圣玉霄 小鸭震了下 正要跳出去 却有几个人先从一边的高墙后面走了出来 那几个人嘻嘻哈哈地走进了 是 听说你毁掉了一事 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加入我们 是我们的礼数不够周到吗 他们说着英语 小鸭现在每一句都能听懂 凯斯 你去给她一点温暖 至少别让她的表情这么丑 你们华国人真的很难搞 翻死了 傻逼 我早就说过了 我不会加入你们的什么会 如果这么想我和你们一起 你们跪下来给我舔鞋 重新给我建个会 或许我会考虑一下 圣玉霄皱眉说着 猛地推开车门 直接将围在那里的两个人撞翻在地 其他人脸色一变 就要动手 圣玉霄直接踩着倒地的人跨过去 抓起一副只虎带上 一拳上去 就听见了鼓烈的声音 他们这么多人打圣玉霄一个 什么 什么东西 那帮男男女女被吓了一大条 难免分神多看了两眼 圣玉霄反而目不斜视 薅住两个人的后领子 往后猛地一拉 顺势甩到车体上 这时候小朋友也冲到了面前 打了一拳 哇 这小恐龙打人挺疼 这是什么 他从哪里召唤来的地精吗 现场越发混乱 有人高声喊着 抓 先抓那小恐龙 他们仗着身高优势 刚将手搭上小鸭的后颈 几个穿黑西装的镖情大汉 突然从绿化带冲了出来 他早有准备 该死 这次他请了大寿 好 那些人带了枪 他们咽了咽口水 不敢再跟圣玉霄纠缠下去 别让他们跑了 是女生 那小恐龙是个小女孩 他们来不及想更多 就被壮汉暗倒在了地上 是 你要对我们干什么 你的脾气太差了 我们没有恶意 你明白吗 这里是学校附近 对我们开枪是犯法的 听着 我不回去的话 我的保镖会联系我的父亲 你也不想这样吗 他们激动的争先开口 这些镖型大汉 似乎完全不管他们的身份 下手非常迅疾 很辣 半张脸在柏油路面上 摩擦的发疼都没空海 小鸭 怎么是你 你手痛吗 不痛 圣玉霄大手一抬 给他擦了擦脑袋上的汗 血 不是我的 是我的 我的血 他根本没受伤 所以能放开我们了吗 他们是谁 同学 都是同学 你听得懂华国话 简单一点 听得懂 家里请过老师 哦 你刚才冲出来 是来救我 他不用你救啊 小朋友 你看清楚一点 他开车门下来 他先动的手 我们躺了一地 他什么伤也没有 那是因为你们先围住了他 不让他走 你们带了这么多人 看上去那么吓人 还不允许他反击自卫吗 那个人震惊了 这是拉偏架吧 是拉偏架吧 他们为什么围着你 还说什么 什么仪式 就是大学社团而已 他们希望我入社 我不愿意 不是这样 小孩 你听过兄弟会吗 没听过 你讲给我听听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我们看中了成身上的优秀 所以大力邀请他加入 我们不仅没有恶意 还都是为了他的未来 你知道兄弟会中都有哪些人吗 他们都是学校名列前茅的邮寄生 而他们的父母有医生 有科学家 有银行家 有金融学家 甚至还有议员 古林斯顿曾经走出过两位总统 已经很了不起 兄弟会里除了总统 还有无数的参议员 众议员 这是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 一脚踏进兄弟会 就已经无限接近了国家政权 我又不当你们国家的总统 但你会走进上流圈子 你在说什么屁话 我已经在圈子里了 也许走得更高 没劲 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对进入一个已经存在数年 制度固化 甚至还要以别人为首的组织 没有丝毫兴趣 别再和他提兄弟会 你们那个入会仪式 听了都藏耳朵 有什么不好吗 人体盛宴 你不喜欢这样的 那你喜欢什么 告诉我们 他们会愿意为你更改一下仪式的 那个 我听得懂 你什么时候会的德语 科目宁教的 圣玉霄眉心秃秃一跳 把地上那人揪起来 一拳干他鼻梁鼓上 让你闭嘴不闭嘴 也就是想着不能给小鸭 看太多血腥场面 圣玉霄才没有再给他几拳 那人捂着狂飙血的鼻子 嗯 说不出话 小鸭给了他一张纸 你是兄弟会的人吗 那人看了看圣玉霄的脸色 没敢张嘴 他不回答我 说话 是 我们当然都是 会里有等级的分别吗 当然没有 fraternity 有爱 互助 但我觉得有 你们就是最低等级的成员 所以你们未比你们厉害的人跑腿 跑来劝圣玉霄 挨打的最后也是你们 你们觉得这样很有意思 你们为什么甘愿去一个庞大的组织里 当不起眼的垫脚石呢 还这么热情的邀请更多的人进去踩你们 你们为什么不弄一个自己的兄弟会 你们可以起别的名字啊 但光靠我们能建立得起什么 这需要广大的人脉支撑 他就是人脉呀 现在建立起来 你们就是元老级人物 难道不比做一块不重要的石头好吗 爷 行 那能把我们放开了吗 小鸭对保镖下令 松手吧 保镖们立即收手 其他人从地上爬起来 还有点恍惚 忍不住转头问其中一个保镖 你军队服役过啊 都在军队服役过 只不过有的是在海军路战队一师服役过 有的是在七十五游骑兵团服役过 你们走吧 他们跑都来不及 等等 你叫什么呀 格林 你 你怎么称呼 我姓李 李小姐 再见 拜拜 现场的人很快撤了得干净 许记教的 你肯定也会 为什么不直接把他们变成你的小弟呢 初中的时候就玩过这招了 现在觉得没意思了 我长大了一点 变沉了 那也抱得动 你就算长到十八岁 我也抱得动知道吗 对了 圣玉霄 人体盛宴是什么 累不累 带你去登山也赢 所以人体盛宴是什么 一种宴会 以后谁敢带你去看这种东西 告诉我 我把他们头圈拧了 我把他们的招待